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你听了很多声的话 但是需要借着祷告来唤醒你的灵性 以致你才有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需求 所以你每天早晚的祷告 有效力的祷告 是你在生活当中得胜有余的秘诀了 那让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主耶稣在这方面为我们设下的榜样 让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21章 第34节 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 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勒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 每夜出城在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住宿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 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 各位我们会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侍奉的日子当中 他除了忙于教导众人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到橄榄山去了 在橄榄山上他与父享受了亲密的交往 他在橄榄山上支取了他在忙碌当中所需要的能力 那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在生活中是这么的忙 我们周末来了教会之后 周间就卷入了忙忙碌碌的生活 所以我们常常力不从心 做其事情总是事倍功半 那今天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他在忙碌中如何朝见父神 他是怎么支取他在侍奉当中一切所需要的能力与智慧 那他才能够带出极有效的服饰 那么有些信徒也是这么祷告了 但是总是没有果效 那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但是要祷告 乃是祷告的目的和重点何在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贪食、醉酒与今生的思虑勒住你们的心 各位在这里有三样东西 我们是特别要谨慎的 它们是我们心里的仇敌 那第一是贪食 亲爱的弟兄姐妹 贪食是一种贪欲 说到一个人贪爱过于自己的肉身所需要的 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享乐 可能是关系或是种种的物质 甚至过于我们所需要的 总是会累住我们的心 那第二就是醉酒 醉酒有两种意思 一个可以说是没有节制 我们都知道 醉酒的人他们失去了控制力 那另外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清晰的思维 今天很多信徒虽然听了很多道 但是他们的头脑不清晰 他们在经历神方面不清晰 他们只有喜欢将自己陶醉在激情澎湃的光景里 认为那就是被圣灵充满了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却失去了判断凡事的智慧 再就是今生的思虑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见许多的圣徒活在失虑囚烦里面 他们的一生都是被健康的事 经济的事 儿女的事来交心交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三样就是我们心里的仇敌了 圣经说他们会累住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被累住的时候 我们没有力量出事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小事都缺乏智慧 我们的身体也常常容易疲累 各位主说这日子要临到一切居住在地上的人 换句话说 这种的风气文化是会遍满全地的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 要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样的试探 所以弟兄姐妹 主耶稣带出了祷告的时候 有两个的重点 第一就是要警醒 各位祷告是要警醒的 你要知道你的仇敌在哪里 你要知道你人生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 神为我们定了 地上是奔跑 打战 下种的日子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每天要醒过来 活出主的美意 传扬祂的福音 荣耀祂的名 另外 我们要常常祈求 当我们的智慧不够 能力不够 爱心不够 我们要祈求 当我们按着主的旨意 祈求的时候 圣经说那厚次于众人的 必定将我们一切的智慧 与能力加给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每天在圣殿里面 教训人的智慧与能力 都是这样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做一个智慧人 在大试探 临近这个世界的时候 让我们更看重 我们每天 找完与父神 亲近的时间 从祂那里 知识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